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翻牌的时间 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网友朋友goesetzer问了一个问题 说明末李成良的辽东铁记被吹得很牛 可是他儿子们率军抵御人臣战争的日军却占不到什么便宜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毕体管制战 想请袁老师谈谈所谓辽东铁记的真实战力究竟如何 真实战力很牛啊 确实很牛啊 你想这个明军抗窝元朝第一次出兵只有四万三千人 这四万三千人里呢 辽东兵占了两万七 那么这个辽东兵也不都是骑兵 但是他主要是这个骑兵为主 而当时这个清朝窝军有二十万人左右 没有全部参战吧 就算跟那个平壤之战主要是打的小西行长 然后就算没有全部参战 乌军的人数也远远多过这个明军 而且在野战当中 明军跟乌军是一比六的交换比 只不过这个攻城的时候呢 这个交换比呢就缩小了 而且你说那个毕体管制战 它只是一场遭遇战 明军累计参战的部队 也只有几千人 乌军是好几万人 而且总大将于喜多秀家亲自坐镇 几万人最后双方打了个平手 可想而知这个辽东铁骑的战斗力是很强的 好 这个网友朋友 gochung问了个问题 说韩国电影南汉山城 大年初一朝鲜人祖和大臣集体向北京方向 跪拜明朝皇帝 这个仪式是在万历朝鲜之役之后才有的吗 不是 那是朝鲜一建立 太祖皇帝赐他国号之后就有了 就有了 因为他是中国册封的 级别只相当于郡王 但是他福色穿亲王的福色 所以他必须以这个北京 就是明朝皇帝为正硕 奉正硕 所以他年号什么都用的中国的年号 明朝用明朝年号 清朝用清朝年号 所以他的这个 跪拜中国皇帝 就跟中国外地的这个大臣 那向北京方向摇拜是一样的 呃 网友朋友韦王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诸葛亮以功带手 数次北上的动力 是否想以这个理由证明自己是汉的正统 然后不让曹魏进攻呢 对啊 就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他叫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那他在这个初识表里已经这个 跟那个后主都说了 那这个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不罚贼 则王爷亦亡 那虽然一周疲弊 但我也得罚贼 我不罚贼 我就不存在 我就没有我的正统了 啊 就跟那个当年 蒋介石在台湾一个劲儿喊反空大陆 道理是一样的 啊 我不是台湾岛岛主啊 我是中华民国总统啊 啊 那我首都应该在南京啊 不能在台北啊 所以他年年喊反空大陆 他也知道 没戏 啊 但是他也得喊反空大陆 我代表中国正统 是这个意思啊 好 网友朋友 PAT哥 问了一个问题 啊 说波西米亚王国的主体民族 是今天的捷克人吗 那为什么一个 西斯拉夫民族 为主体的国家 长期被纳入神罗 和其他日尔曼政体的范围 是今天的捷克人 但是呢 这个今天的捷克人呢 因为这个 就是波西米亚 他跟这个神罗帝国呀 跟这个德意志地区接着啊 所以呢 他等于是被这个神罗帝国给控制 呃 所以他大量的这个接受了日尔曼的文化 可以这么讲 捷克人呢 就是日尔曼化的斯拉夫人啊 就是比如说他有好多的这个这个 今天你到捷克这很多人是听懂德语的 你会讲德语的话 在捷克能够生活的 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这个奥斯卡啊 RUB12问了一个问题 佛教在中国呢 是不让僧人结婚的 日本却允许 一座寺庙呢 甚至可以传给子孙后代 区别怎么造成的啊 这个首先说啊 日本不是所有的僧人都能结婚 只有本院寺可以啊 本院寺宗啊 可以 就是净土真宗 可以 他十二世纪才形成 以前是不可以的 你像那个什么 比瑞山严历寺 就那真严宗 什么天台宗 这都不可以 那只有净土真宗 可以 而这个净土真宗说实在 他就有点类似于那种民间信仰 打着佛教旗号的一种民间信仰 那说句报听的话 有点跟邪教类似 但是后来政府也承认他们 净土真宗他势力大 我给你讲过很多 就是一项宗啊 什么一项一魁 不都是受这个净土真宗的影响 他等于就把这个 自己建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这可能也跟日本呢 就是中央政权衰弱 然后对地方无法控制 那你控制不了世俗的诸侯 那这种宗教诸侯 他就也可以趁机而起 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净土真宗 本院四派是可以的 其他都不可以 不是说所有的和尚都可以 所以像这个净土真宗的 这个本院四派 其实他们来华访问的话 就是像中国的佛教界 都不承认他们是僧人 只认为他们是居士 那都不承认他们是僧人 是吧 网友朋友W汉问了个问题 那说这个从岳王勾建被俘 到重新战胜吴国 中间呢也就十年 计划生育的第一批宝宝 也没到参军年龄 那能战胜吴国 跟古力生育没啥关系吧 没啥关系 没啥关系 史书里呢 有关这个呢 最多 也就是说这个吴子虚呢 听说这个夫差跟勾建合议了之后 骂了一句 说岳十年生聚 而十年教训 二十年之外 无其为找乎 就岳国证断好了 二十年后就得打回来 当然夫差呢 推拉胯 把这个勾建放回去 十年多就兵败身死 从史料上看呢 岳国这个底子能留下来 应该是和当时夫差手下留情有关 确实和古力生育啥的呢 关系不是很大 这个网友朋友润王问了个问题 明清时期的交通条件呢 相较于秦汉时期有显著提升吗 一直觉得交通落后 十分制约这个古代的发展 封建时代的发展 封建时代就是指这个先秦啊 这个秦统一之后就不叫封建时代 不要再用这个词了 当然明清时期的交通条件 比秦汉有显著提升了 不说别的就说运河 是吧 沟通南北啊 比那个时候提升的多啊 网友朋友上山下乡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日本战国时代呢 经常有大明 生前就把家都让给儿子退居二线 中国除了赵武凌王之外 少见这种例子 那这是为什么呢 家都之所以把这个位子让给儿子退居二线 是怕别人抢啊 怕别人抢夺啊 你就包括这个德川家康也是 活着的时候 是吧 他就把这个将军的称号 争议大将军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啊 就德川秀忠 然后自称大狱所 退居二线 也不住在江户 住在郡府城 他目的就是什么呢 哎 我活着我就已经看到我的江山传到了第二代 然后德川秀忠也自称大狱所 就传给他第三代 所以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保证顺利接班 因为日本咱们讲 他不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 大权都握在皇上手里 他不是 他怕这个诸侯啊 什么包括底子的功臣不服 怎么办 就必须得我活着完成这个交班 我再我还能震慑住他们 然后我儿子接了班了 经过多年的经营到我死了的时候 他也能够顺利的去统治下去 这样的话呢 我死也瞑目 就这么个意思啊 中国因为没有这样的威胁 当然不存在这种事了 是吧 呃 这个广之真田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诸葛亮六出奇山 必大于利 蜀汉地形 只和防守 不立进攻 然而诸葛亮一意孤行 不停北伐 为什么史学家赞扬他的行为 这跟你刚才 这跟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一样 就是那个刚才前面问的那个谁啊 伟王问的问题是一样的 答案也一样 他为什么一定要进攻 就是这个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所以我必须进攻 史学家赞扬他 也就是传统史学家赞扬他 主要是赞扬他忠于汉史 赤胆忠心扶汉史 就跟赞扬关羽 其实是一样的 好了 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天就回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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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